我在年轻的时候 不信宗教 尤其是佛教 最反感的 但认为他是迷信 所以我的佛教是方栋梅先生介绍的 我跟他说哲学 他给我讲哲学概论 最后一个单元 佛经哲学 他怎么介绍给我 我那时候怀疑 我说 佛教是宗教 是迷信 他哪里有这种 方老子告诉我 这你年轻啊 我那时候26岁 他说你不知道 释迦摩尼佛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是我头一次听过 哲学家 佛经哲学 是世界上 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从来没听过 这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还向他老人家请教 我是你老人家这个佛经哲学 从哪里来的 他老人家告诉我 抗战期间 他在中央大学教授 那个时候中央大学好像在重庆 有一段时期他生病 生病的时候 就在峨眉山养病 峨眉山那边确实环境非常好 他说在乌眉山 那山上啊 没有报纸 也没有杂志 这一般书记想找的东西都看不到 只有佛经 每一天 养病没有事情 就看佛经 越看越有味道 所以他就告诉我 他说这个 佛经这修在经典里面 这是直出我一条路 要学佛经典里面 一定要从经典下手 我就明白了 形式是另外一条事情 经典是真的 所以没有这个指引 我们很不容易 其中 那么亲近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就劝我 学释迦牟尼佛 他第一本书 他叫我 看释迦方之人 释迦普 释迦牟尼佛的传记 这样的老师 很不容易遇到 我这个叶三 从初接触到现在 58年了 再过两年 就是一家子了 可以说 没走冤枉路 叶三 没有离开经典 为什么 方老师说的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离开经典 最高的享受就没有了 确确实实 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所以这是讲 佛山佛的身相 佛山是什么 就是十善业道 我们可以从 大神教里面看到的 十善业是基础 也是踪迹 它是开始 它也是圆满 这个我们决定不能够 这个社调 在小城展开 阿罗汉的时候 三千位 三千位 以浓俗就是十善 十善一展开 三千位 在大乘菩萨 这一展开 八万四千细心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佛像 这画的佛像 圆光上面有三个字 通常是用梵文写的 三个字 也有用中文写的 它的发音叫 欧阿欧 就是十善业 欧是深业 阿是口业 欧是意 深善口四一散 你看 十善在佛圆光顶上 圆满了 从哪里学起 从开始学起 今夜三福 第一条 校养父母 奉死四的 慈心不杀 就是十善业 我是根据这一句 这么多年来 在全世界 告诉我们学佛的同修 扎三个根 孝亲尊丝 落实在弟子规 慈心不杀 他落实在英国教育 太上感应品 后面是修十善业 十善业倒是佛的根 感应品是道的根 弟子规是乳的根 这三个根 咋下去了 我们的学业 道业 决定有成就 如果这么有没有 这三个根 你再努力 你搞的是佛学 不是学佛 你是学乳 学道 学佛呢 那就是真干 如果没有落实的话 那你搞乳学 道学 佛学 把它变成学术 跟你自己的思想 言行 不发生关系 那么换一句话说 方老师讲啊 那个人生最高的享受 你没分 你还是生活在 烦恼和痛苦的世界 这一定的道理啊 那些老师就恩德了 不容易啊 你也也不忘